穿着军服双手抱两位可爱的女儿 一家四口甜蜜蜜 灵性蛙人个性阳光非常的爱家 但18日晚间酒驾载女儿出门 却出车祸害得小女儿命丧黄泉 走进殡仪馆这位绑马尾的女子 就是灵性蛙人的太太 仔细看小夫突起原来已经怀有第三胎 小女儿伤亡先生也还没有脱离险境 医院殡仪馆两边跑真的是备受煎熬 她是灵性蛙人的母亲 听闻二号从花莲赶到高雄 但儿子还在江户病房急救情况危急 非常好 那个主要就是那个 爸爸在那个当兵的话 比如说那放假的话 就回来带小孩子出去玩买东西 邻居透露 灵性蛙人非常的顾驾 脸书上也放了很多一家人的合照 她上个月刚过26岁生日还许下愿望 不求多才多福 只愿家人平安 怎么也没想到一场车祸天人永隔 她有检测出来有喝酒 喝酒你又带小朋友的话就 如果老婆在的话 搞不好她要骑摩车 就不会发生这个事了 太太也非常地自责 如果当时候在酒驾先生出门 就不会发生如此悲剧 现在就只盼望 灵性蛙人能从鬼门关被救回来 别再让她失去重要的亲人 记者庄全程 季博士 吴国珍 潘颖文 N小组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